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方清新的多平台游戏双雪此前称 由于卡带成本限制 NS版游戏会比其他平台贵10美元 引起了部分玩家的不满 今天游戏下调了NS数字版的价格 30美元与其他平台一致 但是实地版由于成本实在降不下来 依然以40美元出售 不过会附带10美元的游戏原生作为补偿 那么想要入手游戏的玩家 是准备买实体卡还是下载版呢 昨天质量效应先一座 在Export One平台开启了折扣 今天游戏也在PS和橘子平台打折销售 并且更新了1.06补丁 改进了一些游戏中的问题 以及做了一些平衡性的调整 世嘉今天上架了动作设计类游戏 征服的Steam预购页面 售价100元 如果玩家拥有猎天使魔女的话 还可享受75元的优惠价 游戏将在5月25日正式解锁 SE宣布从全资子公司 杀手系列的开发商撤出全部业务 并且开始对其他投资者 接手事宜进行谈判 前不久 杀手6才在Steam上更新了简体中文 现在系列后续又前途为之了呀 略是IGN评分出炉 这次IGN使用的是PC平台来做评测 但是评测编辑玩了一半游戏坏档了 于是非常不满的给PC版打了个4分 至于主机版评分将会在以后放出 顺带一说本游戏确实是好游戏 Steam上玩家评价也非常不错 但是差评的绝大多数 也确实来自游戏中的恶性8个 所以目前媒体平均分PC版78分 也是最低的 PS4版由于输入延迟问题 还没有彻底解决 平均81分 Xbox One版目前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 平均分88分 也是三大平台中最高的 那么等PC版和PS4版的问题 修复以后 因为这部分原因扣分的媒体 会修改他们的评分吗